易杨千玺发微博常问 我们的四字弟弟人是少年 已不在年上 2019年长安十二时辰和少年的 你两部大戏的活热四字弟弟 用自己的演技摆脱了流量明星小鲜肉的帽子 实实在在地迈步实力派偶像的阵营中 在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 四字弟弟发布掌文纪念纪念此次拍摄 但是这篇微博更像是四字弟弟对小北写的一封信 两个不同维度角色 用着同一个少年身上的交流 剧组时候说当初带易杨千玺去看搭建的小屋子的时候 易杨千玺是每一个角落细心摸索 有些道具都是被工作人员踩过的 但是四字弟弟却毫不在意直接在床上躺了下来 成长就是某个人 某件事 某段时间突然就那么长大了 从长安十二时辰到少年的你 四字弟弟人是少年 却不再是少年了 少年的你 我们热爱的少年的小北 在那个一八年重庆的夏天 小北和陈念走向了光明 那个那个清秀的 南海仍是少年 但是却已不在年上 梁芳芳荡标 显去西wind 那是有益 二面 雷